哈囉各位觀眾歡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華爾街 我是主播吳康偉 先為各位回顧一下亞洲股市的近況 亞洲股市今天持續上週的震盪走勢 今早也跟著反彈的激勵 早盤一度衝上了10600點收復了年限 不過中場過後受到了台積電的影響 一路翻黑走低 加上內資的風電跟生技股出現了補跌賣壓 由紅翻黑跌幅還在持續擴大中 最後在中場下跌了71.39點 說在10488.58點年限而得而復失 成交值為1402.72點億元 亞洲股市今天普遍算是個別發展 日股及韓股分別收漲了0.47%跟1.1% 澳股則是跌了0.11% 日本日經平均指數在全日升了104點 收在22319點 資訊技術股則是升抬了1.9% 核心消費股抬升了0.89% 各股方面東京威力升了8.4% 花王則是迅速抬升了2.4% 日產汽車則是抬升了0.1% 稍微有點偏低 南韓索爾綜合指數則是漲了26點 以2475點做收 各股則是柳韓抬升了2.4% LG電子呢 則是抬升了1.% 韓國大廠三星電子 首季盈利按成長了58% 到了15.6萬億韓元 創下歷史上的新高 三星中廠總共漲了3.4% 而韓國百貨業者超市股市 樂天百貨則是漲了1.5% 而台股方面呢 股王大力光連續兩天明顯抗跌 今天順利的收復了五日線 並繼續朝著月線邁進 而另外有一個大的電子三雄鴻海 雖然昨天一度跌破了80元大關 不過今天全場都活躍在紅盤之上 至於危機不斷的台積電呢 則是因為第二季看法較為保守 不如預期 今天持續回盪在低點 最低甚至嚇殺到了221元 創下歷史新低 也拖累了整個半導地的族群 包括了聯發科 華邦店等大廠借一蹶不振 而入股方面 人民銀行藉由將低款 低的存款準備金 將準備金放約了1.3%的人民幣資金 其中3億元來償還了中期借貸款 來便利 剩下的4000億人民幣 則是放給了中小銀行 還寫了大部分市場的資金壓力 最後呢他們又隨後傳出了中國可能會推遲公佈資產管理商業的新規定 讓股市結束了走勢 一舉反彈走身 而目前的中國經濟增長持續強勁 外匯的儲惠呢達到了3.1兆美元 並良性通貨膨脹和貿易順差 基本面也持續的是非常的反映出了企業獲利持續上調 並且中國在整體的總體經濟平穩發展上面 以及上市公司業績增長方面 他們的延續是持續的 而人為股市提供了強勁的支撐 讓我們看到了今天的股盤分析 今天的股盤分析呢 來到了雅股方面 近日呢我們看到了很多 由於中美貿易戰的越遠越烈 讓全球股市遭到了很多的波及 其中包括了全球手機大廠蘋果的總裁庫克 甚至跳出來希望可以阻止中美貿易戰持續惡化 而隨後呢5月初美國財政部長穆欽和貿易代表莱蒂澤 也將在5月率領代表團前往中國 進行貿易方面的問題磋商 而可以注意到的是新興市場在這邊的趨勢下 似乎仍然不受到任何的影響 雅股方面在新興市場的領軍之下 第二周全面獲得資金淨流入 推台了整體股票基金的吸金 全年累積吸金已達到了536.23億美元 更是去年全年淨流入的8成 更反映出了全球投資趨勢 持續向新興市場靠攏 隨著美中的貿易爭端緩解 中東局勢回歸穩定與北韓放棄 並暫停核試驗 市場風險意識明顯的降溫 關注焦點重回到了總體經濟的基本面 與資金的籌碼面 新興市場的股市中呢 除了巴西以外 大部分的股市都處於月線 季線下彎的趨勢壓力下 下行的風險仍然持續存在 台股方面呢 包括了風電 升級及被動元件股 也出現了明顯的拉回 而被動元件方面呢 雖然有國劇 華興科以及和聲堂相對在抗跌 但是中低價股仍然是亮燈跌停 而要給投資人的小丁玲也要注意到了 台股進行雖然呢 陸股逢低點可以趁勢布局 更可以關注到的是 東南亞的那些電商市場起飛 以中美貿易戰的後續發展 各位投資人也千萬不要忘記了 明天即將舉行的朝鮮 韓國峰會也將會在亞太的股市裡面 捲起了強大的影響力 接下來呢 讓我們繼續觀看我們的華爾街電視新聞 中國傳出將降低乘用車的進口關稅 這是官方進一步開放汽車市場計畫的一部分 據報導指出 國務院正在擬定方案 將進口汽車關稅降至10%或15% 相較於目前的進口關稅為25% 將會大幅的影響汽車市場 降低進口車關稅將是包括寶馬 及豐田汽車在內的汽車製造廠商受益 外國進口車在價格方面呢 對本地產汽車將更具影響力 中國宣布將同意外國汽車製造商 在中國合資企業持股超過50% 取消實施了20年之久的限制措施 為多家的外國汽車製造商帶來福音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重申今年將降低汽車進口關稅的承諾 但沒有透露細部的幅度 華爾街點新聞記者吳康偉整理報導 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在小米6X發布會上表示 小米董事會通過決議 每年整體硬體業務包括手機及IoT 生活消費產品的綜合稅後净利率不超過5% 如果超過會把超過的部分以合理的形式 退還給小米的使用者 發布會上雷軍還透露小米創業8年來取得的成績 已成為了全球第四大智慧手機廠商 擁有1.9億每月活躍行動網路用戶 創造出500多款智慧生態產品 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消費及IoT平台 連結超過了1億台智慧設備 今年IDC發布的數據顯示 小米手機去年銷量年增了96.9% 排名全球第四 仅次於蘋果、三星跟華為 華爾街電視新聞記者吳康偉整理報導 中國將在上海設立金融法院 專門管轄上海市的金融傷勢案件 和涉及金融行政案件 據報導指出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通過 關於設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 昨天中國最高人民法院 在上海設立金融法院的決定草案 提請了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最高人民法院指出 設立上海金融法院 第一可以增強中國金融司法國際影響力 第二是有利金融戰略的實施 第三則是有利上海金融中心的發展 而具體的金融傷勢案件 包括了上海市轄區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金融借款票據等等 也包含了金融監管機關的行政案件 與中國證券登記引發的民事行政案件等等 華爾街電視新聞記者吳康偉整理報導 華爾街電視新聞為您播報 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中國維C生產商操縱價格案 華爾街日報消息 川普政府和中國政府週二在美國最高法院對博公堂 就一起價格操縱案展開爭論 這起案件也引發了美國法院 應該如何處理外國政府提交的法律意見書的問題 此案的核心是多家維生素C采購商提起的訴訟 其中包括德克薩斯州一家動物飼料公司 和新澤西州一家維生素經銷商 他們指控中國維C生產商合謀操縱美國市場價格和供應 本案的被告是河北維爾康製藥有限公司 及其關聯公司華北製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他們表示自己是依照中國出口定價規定形式 在本案中中國政府不同尋常的向美國法庭提交了文件 認為這兩家公司不應該受到處罰 因為他們的行為確實是以中國政府的行業規定為依據 紐約布魯克林一位法官最初判兩家公司賠償約1.5億美元 但一個上訴法庭在2016年推翻了這一判決 依據主要是中國商務部的一份法律意見書 原告征店說被告的行為不能免罰 因為中國法律並沒有真的要求操縱價格 在長達一小時的口頭辯論中 美國最高法院面臨的一個問題是 美國法律對外國政府解釋其本國法律應該給予多大尊重 幾位法官認為應當給予中國等外國政府一定程度的尊重 但不能影響美國法庭自己的判斷 法官向代表中國政府的律師詢問說 有沒有其他國家的法院給予過外國政府 向中國政府在本案中所要求的那種尊重 他問道 如果其他國家沒有這麼做過 才算是尊重外國政府呢? 律師說 如果調換角色 外國法庭以不同於美國政府的方式 解讀美國的反壟斷法 美國可能頭都要炸掉了 但美國商務部對中國的立場提出質疑 稱上訴庭對中國在本案中提出的主張處理的 過於刻板和順從 美國司法部律師Brian表示 美國法庭應該給予外國政府適當的尊重 但尊重到什麼程度肯定要看情況而定 原告律師表示 對中國政府在本案中要求獲得的尊重 中國法庭是永遠不會給予美國的 他說沒有任何國家支持中國的立場 代表中國公司的律師Jonathan說 中國公司明顯是依照中國法律形式 他提醒法院不要重啟原告的案件 預計法院將在6月底以前做出判決 以上是柳辰為您播報的華爾街電視新聞 感謝收看 大家好 華爾街電視新聞為您播報 AlphaBuy旗下的谷歌今天推出2013年以來 首度改版的Gmail 谷歌表示 花兩年時間和大筆資金進行改版 新增強安全性的功能和離線功能 與微軟Outlook更加相似 路透社報導 這是谷歌加快腳步向微軟公司 Office文書處理軟件系統搶生意以來 G Suite辦公套件規模最大一次軟體更新 G Suite之前新增即時通訊和試算表功能 谷歌表示他重新調整Gmail的存儲資料库 整合三個相似系統以同步讀取各個裝置的訊息 並升級支援這項服務的電腦 Gmail產品經理班克說 這完全改寫了我們最多人使用的旗艦級產品 每個月有14億人使用Gmail 分析師估計去年G Suite營收有20億美元左右 為Office的十分之一 谷歌不願透露改版號資多少錢 但母公司Alphabet23日公佈 第一季資本支出為73億美元 是去年同期的將近三倍 財務長波拉特告訴分析師 一半開支用在硬體採購 以支援員擴大運用機學習 這勾勒出自動化城市和其他功能的輪廓 自動化城市可以辨別垃圾郵件 並且預判用戶會認為哪些郵件最重要 以上是今天的華爾街電視新聞 感謝收看 大家好 華爾街電視新聞為您播報 韓國今年3月通過一項法律 旨在減少國民的工作時間 把韓國人每周工作時間 從最高的68小時減少到52小時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 韓國是發達國家中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 該法律雖然受到來自韓國商界的反對 但韓國政府認為有必要推行這個新法 因為它對改善韓國國民的生活水平 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以及提高生產率都將有好處 不僅如此 韓國政府還相信它甚至可以增加韓國的出生率 過去幾十年來 韓國的生育率一直呈現顯著下降趨勢 根據經濟合組織2016年的數字 韓國工作人員平均每人一年工作2069個小時 經濟合組織比較了38個國家的數據 發現只有墨西哥人和哥斯達利加超過韓國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 通常是低等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工作時間比較長 但是韓國似乎打破了這一規律 這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 韓國勞動人口中自顧者比例比較多 工資低工作不穩定以及文化因素等 而且韓國也並不是富裕國家中 唯一一個工作時間較長的國家 來自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數據 亞洲是工作時間最長的大陸 亞洲許多國家對每週最高工作小時沒有法律限制 即使有限制的國家門檻也比較高 只有4%的國家遵守國際勞工組織的建議 實行48小時工作制或者更少 在美洲和加勒比海 34%的國家沒有統一的每週工作小時限制 其中美國更加糟糕 但是在歐洲除了比利時和土耳其之外 所有國家都規定每週法定工作小時不能超過48小時 在非洲國家中 三分之一的雇員每週工作超過48小時 在坦桑尼亞更是超過了60個小時 2016年瑞士銀行瑞銀集團還分析了全球71個城市雇員的 平均工作小時 結果顯示香港位居榜首 香港人均工作每人每週50.1小時 其次是孟買、墨西哥城、新德里和曼谷 墨西哥人除了工作小時長以外 還是世界上假期最少的國家 他們每年法定代薪假期不到10天 一日利亞日本和中國也是不相上下 但是巴西的年假至少在20到23天左右 印度更是沒有每週法定工作小時的限制 此外印度工作人員也沒有最低保障的年假 然而也有觀點認為 调查有著多漏洞 首先是混淆了最高工作時間和實際平均工作時間 而且對兩者關聯並沒有做出解釋 其次混淆了辦公室工作時間和辦公室之外打工的工作時間 也沒有對兩者的具體數據做出解釋 感謝收看華爾街電視新聞 中美貿易戰繼續延燒 華爾街日報25日援引知情人士表示 美國司法部就中國電訊產品公司華為 是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禁令仪式進行調查 報導沒有披露調查的進度以及相關指控具體為什麼 華為有關發言人拒絕評論事件 美國早前發表報告 點名華為、中信通訊及聯想三家中國企業 或涉嫌進行間諜活動 而美國商務部亦宣布禁止中信通訊從美國進口受管制的商品、軟件或技術 又炮轟中信 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規定一事誤導美方 不但沒有懲處設施員工和高層 反而予以獎勵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暫時不知道調查進展方向及美方的具體指控 若調查發現公司存心違反美國出口法律 華為可能面對刑事處分 導致部分涉及非法活動人士被檢控 司法部的刑事調查 是在商務部及財政部的外國資產管理辦公室 就制裁伊朗相關問題向公司發出行政傳召後進行的 刑事調查意味著潛在違規的情節可能性更重 因為如果情節不嚴重 商務部及財政部已經對公司進行行政處分 這一調查提高了華為面臨的風險 美國政府正在採取一系列措施 縮小華為已經有限的美國業務 美國的調查可能會引起連鎖反應 衝擊華為規模遠遠更大的海外業務 尤其是歐洲業務 隨著美國加強了對華為的審查 美國的部分盟友也開始對華為越來越警惕 華為在這些美國盟友國家擁有龐大業務 如果美國司法部調查人員最終認為華為故意違反了美國出口法 司法部可能還會對華為進行刑事處罰 派駐企業監察員 起訴可能捲入非法活動的個人等 川普政府早前已經表示華為作為全球最大的流動電話基站 及電信設備生產商 正威脅美國在未來流通領域的領導地位 華為同樣是全球第三大智能電話生產商 僅次於蘋果及三星 美國早已處處提防華為 早在2016年 美國政府已經要求中國通信巨頭華為 披露是否向敘利亞、伊朗、朝鮮和古巴等邪惡國家出口美國技術 並向華為美國業務部門發出了行政傳票 該傳票顯示 華為要么遞交上述相關信息 要么出席德州一場聽證會 聽證會的時間在2016年5月份 針對華為與這些國家交易的調查 仍然象征著美中兩國在全球通訊技術控制方面的日渐不和 也顯示出兩個國家的科技企業如何因特網絡安全和全球互聯網管理 而捲入高風險的地緣政治競爭 今年初多位美國國會議員便基於國家安全為理由 正要求當地電訊巨頭AT&T斷絕於華為的所有商業聯繫 如果這次調查發現華為在做出與美國國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相悖的事 美國可能會限制它獲得關鍵的美國製造原件和其他技術產品 考慮到華為的規模和業務範圍 這或許會對全世界的蜂窩網絡和其他一些大規模的技術基礎設施項目產生影響 長期以來華為得益於中國的信貸環境 當它向中國試圖獲取影響力的地區擴展市場時 可以輕易地從國有放貸機構獲得貸款 然而這家企業在美國引發了質疑 美國官方實質上阻止了華為向美國銷售其電訊基礎設備 中國則以此為由打壓思科、IBM和高通等美國企業在其市場中的優勢地位 過去美國曾對華為在伊朗開展業務進行指責 2011年華為發表聲明稱 它將自願限制在伊朗的業務發展 一年後6名美國議員給國務院寫了一封信 呼籲對華為是否違反針對伊朗的制裁展開調查 此後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發表了一封報告 顯示2014年華為等企業似乎兌現了此前的承諾 未向進行通訊封鎖的地區銷售技術 本月早些時候 美國商務部以中信通訊未有履行 違規向伊朗出售設備的和解協議為由 禁止美國企業向中信出售零件為期7年 有分析指 美國根據301調查 準備向中國總值至少500億美元產品增加關稅之後 又打壓中國重要通訊設備製造商 是要打擊中國製造2025的規劃 除了發動貿易戰又開啟技術戰 歡迎收看華爾街人物 蕭恩帕克 億萬富翁的狂野人生 從Napster到Facebook到Spotify 都有著一個名字推動了這些網站的成功 那就是有派對男孩之稱的蕭恩帕克 這位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管理局的首席科學家的兒子 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 就被父親用一台Atri800電腦交回編程 對他幹的壞事家裡人多少知道點 只是不知道有多嚴重 直到有一天他老爸發現自己家被大批FBI特工包圍了 特工們告訴他 他兒子攻擊了多個政府和軍事基地的網站 而當他們衝進學校找到蕭恩的時候 蕭恩還在聽歷史課 高三那年他就賺了8萬美刀 這時他結識了15歲的天才黑客蕭恩范寧 他們倆一拍即合開發了史上最早的盜版音樂分享網站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Napster Napster上線沒多久 用戶量就突破了千萬 網站上的盜版音樂 讓唱片公司損失了數以億計的金錢 整個唱片業都炸鍋了 所有唱片公司都聯合起來瘋狂起訴他們 雖然Napster最後被告倒了 但他們開創的P2P分享模式卻徹底改變了音樂產業 CD從此絲毫沒有市場 但是在音樂學會多輪控訴的輪番轟炸下 Napster終於沒有挺過去 他關閉了 Napster失敗後 帕克一度身無分文 每天是在朋友家沙發上 女友曾勸他去星巴克端盤子 第一次創業的失敗並沒有讓帕克一蹶不振或者去打工 他和一些合作夥伴從紅山資本獲得了一些啟動資金 2011年11月 帕克的第二次創業項目是一個早期的社交網絡工具 通訊錄應用領域軟件Plexo 這款軟件首先使用了一些病毒式樣營銷技巧 其營銷方式受到了社交網站的普遍借鑒 用戶在下載Plexo之後 程序會分析用戶的通訊錄 並向所有聯繫人都發送一條信息 鼓勵他們使用Plexo 很快Plexo的營銷信息就發給了數百萬用戶 帕克說 在某種程度上Plexo最讓我自豪 因為他給世界帶來的革新更多 包括後來的Facebook也是借鑒了這種營銷 當Plexo走上正軌 帕克卻在這時退出了公司 關於原因有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 帕克遭到了新任管理者的打擊與排擠 也有人說 因為帕克不務正業經常遲到翹班 最後 紅山等投資人終於受不了了 聯手把帕克趕出了公司 百無聊賴的帕克發現了 剛剛創立不久的Facebook網站 眼前一亮 他預測其具有無限的發展潛能 帕克與扎克伯格便談後一拍即合 當時24歲的帕克成了Facebook的第一任總裁 他堅信Facebook將大獲成功 可以說帕克與扎克伯格能够一見即合 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帕克自身的文化修養 雖然不愛上學 但是他從小酷愛讀書 當時的扎克伯格其實還是很在乎自己的學業的 假期結束就要回哈佛去讀書 帕克則認為扎克伯格不應該離開公司 於是帕克成就了那個促成扎克伯格退學的人 利用兩次創業的經驗 帕克為Facebook制定發展戰略 確立使命與願景 聯絡投資人 同時幫助其創始人拓展人脈網 由於創立Plexo的經驗 帕克對公司控制權問題十分敏感 帕克為扎克伯格設計了獨特的董事會框架 賦予扎克伯格超級投票權 使其始終佔有絕大多數股權 不用擔心被掃地出門 在帕克與扎克伯格的帶領下 Facebook真的火了 帕克也因此獲得Facebook4%的股權 身家達30億美元 榮登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 之後帕克並沒有閒著 他和范寧一直想重塑Nepster的輝煌 他們投資了流媒體應用Spotify 共同打造了視頻社交網站Airtime 不過這個公司還不夠爆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這個滿腦自有爆表想法的奇人 這一輪的創新又是什麼 帕克還是一名慈善家 6月的時候他捐贈6億美元 成立了帕克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的重點就是放在生命科學 全球公眾健康和公眾政治參與度等方面 最近在斯坦福 他又拿出了2400萬去發展 帕克中心的研究項目 而且他還捐贈了450萬去支持 加州大學就金山分校的 全球健康組織所辦的活動 2010年時他的一位同事 對名利場的記者如是說 他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慷慨大方 也最古怪的人 這是連續創業神級人物 蕭恩帕克的創業精 一直在不斷挑戰傳統觀念和顛覆已有認知 當然他最難能可貴的品質就是 一次次的東山再起 睡沙發又如何 從睡別人的沙發到成為億萬富翁 蕭恩帕克也算是很勵志了 以上是柳城為您播報的華爾街人物 感謝收看 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爾街電視 我是主持人楊楊 在美國呢 車是一個必需品 除非你是住在曼哈頓 或者是Downtown這種地方 要不然呢 你就一定要得買車了 那華人買車呢 就會很擔心 我會不會上當受騙呢 或者是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到了East Coast Toyota 這個是東岸最大的車行之一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講 買車的這些事 那在我旁邊這位呢 就是Michael 讓我來採訪一下他 你好Michael 你好 可以給我們做一下自我介紹嗎 是 各位觀眾好 我是Michael 我這裡這邊是East Coast Toyota 我在 我們East Coast Toyota 在這個地方 我已經工作了20年 然後算是在紐約西北部來講呢 它是最大的Toyota 低了之一 所以說我們的銷售量是 大概是全東岸 大概都是前三名的 所以說今天很有這個 很榮幸能夠接受你們的採訪 和Yota的種類非常齊全 它的Model大概有二十幾種 所以說讓很多不同層次的客人 他們有針對不同的需求 他都可以去很容易找到他們想要的車子 嗯 那說到消費者 那這個店 大部分的消費者是 消費群體是怎麼樣的呢 說我們這邊當然是 因為我們這個樓屁 最主要是當地的白人觀眾 或者是顧客 或者還有很多西班牙人 所以我們這裡面有很多的 不同的主義的銷售人員 像我們有韓國人 有日本人 當然說我是中國人 那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 比如說買車跟租車各有什麼優劣式嗎 買車跟租車 在美國是這樣子 美國因為在我相信其他的國家 它並沒有租車的這種概念 但是你要記住一點 車子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消費的東西 而且是貶值的 不像你今天買了一個房地產 你會增值 車子永遠是貶值的 然後車子貶值的話 但是一般的人講說 我為什麼要投資一個東西 買在貶值品上面 所以這就是另外一種消費的觀念 然後呢 基本上 因為在這個美國來講 租車的市場大概有60%以上 因為美國人 美國的人 他是以他的每個月的budget 他的預算來擁有一部車 那中國人的意思說 我可以放個8000塊 我可以首付多一點 我要擁有這個車子 但是這個東西 不見得是對或是錯 所以都是因顧客的 他的需求為原則 所以說基本上我們說一說 會跟客人看看 鄰近的工作 鄰近的性質 或者你使用的方法 然後我們來給你分析 當然是租車有租車 但是是因人而異的 那您能跟我們介紹一下 近期比較熱賣的 在華人當中比較熱賣的 三款車嗎 基本上現在熱賣的 像Camry 像我在旁邊的這部Camry 它是2018年款 它所有的安全設計 在早期的時候Camry 它很多年紀新的人不大喜歡 因為它是一般來講 就是一般來講 中產家級的 就是家庭的家庭車 但是你現在 現在越來越做得好的原因 是因為說 因為它比較更趨向於流線型 跑車款 所以說呢 現在Camry 基本上算是蠻 蠻銷售不錯的 因為年紀新的人也喜歡了 再來呢 那小的寄輔車像RF4 RAV4 那家庭車像是Siana 那如果家庭車 如果它有四驅的話 還有海蘭的 那介紹一個Siana 在Siana來講 在全美國的mini van 家庭車子裡面來講的話 它是唯一的一款 它出四驅的 它有前驅跟四驅的 那其他的車子完全沒有 所以就有人考慮說 我今天又要家庭 又要帶小孩 家裡有六口人七口人 我需要坐得舒服 但我希望下雪天沒有問題的話 這是唯一的考量 所以Toyota它基本上 它的車種很齊全 那我現在呢 跟Michael呢 就坐在這一款 2018年最新款的 Camry 凱美瑞車裡 讓他給我們詳細的介紹一下 Michael給我們介紹一下 這款車吧 這個車子最主要 它坐得非常流線 然後很吸引現在很多年紀性的人喜歡 對 那凱美瑞第一款是在什麼時候推出的 我記得我來美國的時候 我買的第一款的時候 我自己來美國的時候 我買的第一款是1985年的 1985年的 但是在這個之前 其實Toyota的Camry 在1967年已經進入市場了 那現在也是越做越好 那這一款跟上一款相比 有什麼全新的地方嗎 這一款跟上一款相比 就是說第一個呢 現在的車子的趨勢這樣子 越做越安全 第二個呢 越做要越省油 所以說省油的幫助 但是中國人就說 我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跑 跑得好 但是又要馬而吃 所以不要吃得太多 這目的這樣 所以說現在車子它做得特別好 就是說它能夠 以前的車子是四段變速 現在可以走到八段變速 就是說你可以馬力要好 然後馬力要大 又可以跑得快 但是又不會說耗油 當你在跑跑高速公路 所以說它現在就是說 又省油 而且比舊款車子更省油 然後比舊款車子更流線 然後更安全 那內飾方面有什麼改變嗎 內飾像這個車子 基本上有十個安全氣囊 OK 不光是你旁邊正面 甚至你的膩 你的腳 膝蓋都有安全氣囊 OK 再加上這個車子 今天這款車子裡面 它就有一個叫做Burr Eye 就是說當你在停車倒車的時候 它可以看到四周都有鏡頭 可以看到你四周有沒有東西 會不會有什麼東西 刮傷害到你 刮到你 所以這個基本上都有 然後呢 當然說 像這個Traction Control ABS 煞車自動防滑的 基本上都是標準配備 對 那這個Camry Camryry呢 在我印象中就是一個買菜車 那我今天看到也是 覺得很驚艷 這個紅色自己也是很喜歡 對 現在最早期的Camry 多半是家庭車 嗯 很多人 年紀輕的人不喜歡 哎呀 就是說人家年紀輕的人 喜歡買流線型一點的 但是現在Toyota眼睛打的趨勢 就是說它能夠吸引年紀輕 它做的更流線 所以說今年是我們現在做的這個車子 這個車是最新款的 而且這個車子是觸摸式的屏幕 然後發動引擎也是觸摸式的 發動也是 哦 這個嗎 觸摸式的 對 你只要觸摸式 你就按鍵 它就可以發動了 然後它今天這個 屏幕是10寸的 所以說基本上更貼心 然後還有呢 基本上你這個車子現在的收音機的系統 它可以接受 像一般年紀輕的人 經常開車會有看到什麼 Message 它也會顯示出來 嗯 我看到前面底下有一個小小的鏡頭 這個鏡頭就是說 在這個車頭裡面有個鏡頭就是說 當你停車的時候 它就有bar eye 你可以看到前面 前面的四周的corner 有沒有說 因為有些人開這個車子 坐的車身比較低 看不到車頭 你可以看到前面停車 會不會有什麼刮痕啊 會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東西 前面後面 而且它旁邊都會有 所以說這個車子 基本上是面面俱道了 嗯 OK 好 那對華人消費者買車來講 您有什麼建議嗎 就是有一些什麼小tips 很多人說 我去 我已經去查詢到了 這個車行的底價以後 為什麼它還能買得更便宜 這就是東西你就要考慮了 嗯 我有時候跟客人講 你怎麼樣不上當 只要抓住一個錢 我現金買 嗯 現金買你今天一塊錢的東西 你能夠八毛錢買到 你就是 你覺得你是賺了 嗯 但是如果說今天你說 我今天一塊錢的東西 我能六毛錢買到 但是這種事情 你就要去考慮一下 為什麼 那可能就是因為你在貸款的手續方面 它要做其他的調整 嗯 所以這個東西不能講是說太 因為每個人的case不同 那現在車行裡面有什麼折扣嗎 車行的折扣一直都有的 因為就是說 美國的買車的觀念有三種 一種是現金 一種是貸款 一種是租車 現金的話 當然有些車子它已經 甚至折扣到 Extra到四千塊錢 所以說 就看它不同的車種 還有現金折扣 那第二種就是說 很多人就說 我今天手上沒有這麼多錢 我怎麼樣拿一個最低的利息 有剩下的車子 現在有零利息到 72個月 六年也有的 嗯 我就每個月 就是花個兩三百塊錢 我可以擁有一部車也可以 那再來呢 就是另外一個觀點 就是租車了 嗯 所以租車的話 也有不錯的 像這個租車的回扣啊 它都有的 嗯 那在一年當中 什麼時候是買車最好的時候呢 比如說我現在想買車 我需要等到年底 大促銷的時候嗎 還是 其實就是說講個玩笑話 OK 我這邊坐了二十幾年試鑰匙 經常碰到客人問這句話 那我只跟他講一句事情 嗯 你什麼時候需要車就是好時候 嗯 如果說我現在跟你講 現在是最好的時候 但是你不需要車 你會因為 最特別好來花個兩三萬塊 基本上不需要 嗯 你什麼時候需要車 就是你需要的時候 嗯 以自己為主 嗯 不要說哎呀 我就是因為現在年底最好 其實年底買車的人 我覺得是最不通明的 嗯 因為什麼年底買車的時候 你覺得會回扣大一點 嗯 但是你說不定買的車子 第一個是已經是舊款車 嗯 或者這個車子已經貶值了 嗯 或者這個車子基本上 你可能就算你今天買到一個車子 非常好的價錢 可是你顏色沒得挑了 嗯 其實所以什麼時候都是好處 天天都是好天 哈哈 大家好 歡迎來到消費流行線 我是主持人栗子 著名的古巴革命領導人 切格瓦拉的小兒子 艾內斯托 經營著一家名為 The Polarata Tours的小型私人企業 他的旅遊項目是帶領遊客 騎著摩托車在島上參觀 這是一個專門為那些摩托車 發燒友而舉辦的旅遊項目 讓他們騎著摩托車訪問這個國家 以瞭解古巴的文化特質 古巴政府的統計數字顯示 2017年是古巴破旅遊記錄的一年 有470萬遊客造訪了這個國家 為這個陷入經濟困境的國家 帶來了超過30億美元的收入 其中來自美國的遊客人數 上升至619,000人 是奧巴馬執政前的6倍之多 但是 古巴的餐飲業主說 儘管有如此多的遊客來古巴旅遊 相比2016年 人數還是下降了18% 古巴的旅遊熱潮起始於2014年12月 當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古巴總統 勞爾卡斯特羅宣布兩國開啟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在那以後 美國的郵輪開始在哈巴那灣停靠 美國的航空公司也開始定期 飛往古巴各個城市 但是 特朗普上台以後 不斷收緊前任政府的部分 對古巴松綁政策 禁止美國企業與古巴軍方控制的企業 有生意往來 對美國公民前往古巴旅遊進行限制 同時繼續執行對古巴的經濟 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政策 儘管如此 美國人依舊可以去古巴旅遊 特別是參加如宗教活動 以及民間的文化交流活動 但是根據特朗普的新政策 美國重新強調了對民間旅行的要求 必須依靠由古巴政府提供的交通和導遊的旅遊團體中進行 這使得古巴的很多私人企業 感覺到人數下降收入減少的壓力 在奧巴馬政府的積極推動下 古巴與美國的關係曾經一度緩和 並於2015年7月正式恢復外交關係 但特朗普上台以來 古美關係再生變局 第一年非常好 旅遊業的開放和旅遊人數的增加都使我們受益 但是現在不行了 兩國關係的緊張和美國重新開始的封鎖政策 都使我們遭受到損失 格瓦拉說 去過古巴旅遊的遊客都知道 這裡滿街都是老古董美式汽車 甚至有些是絕版型號的老爺車 換作其他國家早就被放進博物館供遊人參觀 而在古巴街頭卻隨處可見 這些自然是因為美國禁運的原因造成的 加上島國沒有太多的工業基礎 而導致這些汽車使用了數十年後 仍在街頭穿梭 所以美國的老式汽車 已經成為這個共產主義國家 最具標誌性的象征之一 同時也是哈瓦那老城最具有吸引力的旅遊項目之一 2017年下半年 美國以多名駐古巴外交人員 遭受聲波襲擊 出現身體異常為由 撤離了大部分駐古巴的使館人員 並驅逐了15名古巴駐美外交官 這導致兩國關係惡化 現在haus晴街的外交人員 去千萬多巴駐美外交人員 也無恥無歡迎 阿克斯塔·卡弗雷拉说 美国人没有被告知古巴的生活真相 禁止美国公民前往古巴 就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很多前来古巴的美国人 回去之后都改变了他们对古巴的印象 他们分享所看到的现实 和与古巴商人的交流 都能证明那些谎言 特斯·鲍勃菲尔曼 接待了前来古巴 参加怀旧汽车研讨会的一群美国游客 他说在美国政府人员 遭到神秘声波袭击后的消息传出之后 该组织最初感到紧张 我们有点害怕 但是我们和旅游公司的老板谈过了 他说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在这里待了四天 非常非常愉快 虽然特朗普的新规定直到11月才生效 但许多古巴企业家表示 自6月份以来已经导致生意下降 特朗普的政策变化并未涉及航班或游轮 哈巴纳大学旅游专家 路易斯佩雷洛说 2017年有超过54万1000名游轮乘客访问了古巴 而2016年则为18万4000人次 而其中许多游轮乘客也是来自美国 欢迎各位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也谢谢您今天的观看 而我们今天的华尔街呢 我们也会一到五持续播出 我是主播吴康卫再会